昨天悬疑电影《消失的他》在北京举办首映试 编剧监制陈思成 导演崔瑞 主演朱一龙 妮妮等人齐聚宣传 朱一龙透露这一次她的表演风格非常颠覆自我 我自己老婆我还能不认识吗 你到底谁啊你 我死了 别打我 这女人就是个疯子 感谢思成导演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颠覆 对 因为我其实没有太展现过这一面 就是像何飞这样的一个角色 包括这种表演方式 在片中扮演律师的妮妮 则被角色的魅力深深折服 能够在中国大荧幕上有一个这样有智慧 果敢 有脑子 然后不那么辅助的 同时又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 很难得 除了重主创齐亮校外 当天的首映现场还有王宝强 刘浩然 萧央 郭帆等电影人前来助阵 大家纷纷点赞了影片的悬疑感 王宝强在点赞的同时 还捎带手宣传起了自己的作品 看着真的是就一路透亮的时候 就是心惊胆战的 很多很刺激 我决定那包场我得多看两遍 我看明白看 你不要跟我说啊 我没想到到最后之后 真的是消失的他 原来在那个笼子里 对对对 消失的他在八角笼中 对 消失的他在八角笼中 大家一下就明白了 对 我想说这个就是兄弟的默契 对 对吧 就是兄弟的默契 找来找去跑你那儿去 7月6号八角笼中啊 对 此外 郭帆和大鹏 都对朱一龙的表演充满赞赏 现场就邀约起了合作 恭喜一龙 你剃头的时候让我很心疼 后边 但是看到后边觉得 他活该 但是在你的身上 看到了无限可能 期待与你合作 一龙有牺牲 然后能够看到你 作为演员自己的决心 也期待与你合作 谢谢 好 你们到底要是个 我呀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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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